大陸船 大陸船 这里是台湾海潜艇 潜艇立刻船船 一接获有大批大陆渔船 越界聚集在花雨溪海域作业 海巡船立刻派潜艇前往 以水泡驱离 要是动把我麻烦 注意航安 不要越我船头 同时间大陆渔船也通报海警船救援 双方在海峡中线相遇 其中陆籍渔船 明慧渔1486号急着逃 意外操撞我国渔船 盛龙彩36号 造成船首右侧严重破一个大洞 还让一名飞机渔工肋骨断裂受伤 加派支援的舰艇 立刻接驳渔工送往医院救医 事情发生在31号上午9点多 在高崇海域被撞的盛龙才36号渔船 通报在7美42海里被撞 海巡署立刻派险 由康舰及1008轻艇 与3519艇前往救援 但已抵达现场 大陆渔船见状纷纷返回大陆 其中召获的渔船也被大陆海警船带毁 明明大陆目前是禁渔期间 但渔船仍然聚集在我国海域作业 还转船就跑 我国渔船加上船长一人 共有六名成员 其中一名飞机船员伤势最严重 没想到出海三天 最后一天回程会碰上这样的状况 整艘船整修大约要花一个月 130万元 所有人都还心有余悸 海军数也将时续追查后续事宜 记者严余龙 李嘉燕 彭幕采访报导 我是戴立刚 也是气象专家 18年的气象主播位置 告诉你最准确的天气信息 当然更重要的天气内容呢 就要锁定我们中视气象台 更多的新闻信息内容 锁定中视YouTube频道 按赞订阅分享 开启小铃铛 请不吝点赞订阅 请不吝点赞订阅